今年71岁的林秋玲是最早一批到广东惠州发展的台商之一 她在大陆扎根30余载 从事服装生产至今已有47年 其中最令她感到自豪的 是她创办的制衣厂 成为北京冬奥会滑雪赛事服生产商 在九几年我们就做一件衣服有400多个工序 那冬奥服的一件衣服上衣只有328个工序 所以这个对我们来讲不是太困难 林秋玲的自信源于精湛的工艺 在制衣厂陈列市里 摆放着北京冬奥会中国队领奖服 技术官员服 志愿者服和安保服等 这些服装背后蕴藏着深厚的文化内涵和丰富的科技含量 将功能性 民族性和艺术性完美结合 我检测的话从原物料开始的 水洗的那个缩粒 塑脑度 以后摩擦 pH值 耐湿热 有雨淋 水洗 前后总共加起来的话是12项 在裁剪的时候这个裁片是要刚好每一件都是单独裁剪的 我们正常裁衣服是很多层一起裁的 但是我们做冬奥的是每一件单独裁的 这个它这个前片是取得长层的那个仓衣嘛 所以这个前片左右边是要刚好对好的 我们是要一片一片的这样发好之后 这样发好之后再剪的 林秋林透露 为达冬奥标准冬奥服装从打样到成品历时两年 经47次修改 到最后原料确定只剩下三个月 为了能够如期交货 工人们加班加点生产 作为来到大陆投资的台商先行者 林秋林在惠州创业既是时代的机遇 又与她的故土情怀有关 她认为很多台湾青年对于大陆环境并不了解 希望台湾年轻人要像30年前自己来大陆的时候一样 把握大陆发展的机遇 那现在30年后 台湾年轻人他也要再去想探讨 台湾跟大陆哪一个机会好 这个时候你如果来大陆 那你想想看你吃苦耐劳 你绝对成功的机会 一定在比台湾任何一个年轻人好 我看到这些是很重要 那有的人因为他对大陆的环境 他不是很了解 大陆还有一个很重要的 他的我们的政治 我们的政府 他的灵活 他的稳定 这是其他地方没有的 这是最好的机遇 我认为这些年轻人要把握 如今林秋林在台湾已不再开设工厂 但仍保留了一家早年为方便员工开设的幼儿园 他将对国家和民族的认同 对社会的回报 是做企业能够成功的规律 我是希望有一天 我能够继续做到一百岁 那我因为有无数的经验 失败的经验 过程的经验 我可以把这些经验继续传承 对这个社会 对我们这个民族 能够有一个回报的精神 感谢观看